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动性困难 开辟更多方便商务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 鼓励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李克强要求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支持企业度过难关 李克强说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对稳定经济运行和就业的大局至关重要 近几个月外贸有所回升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流行 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 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另一方面 两天前刚刚闭幕的第127届广交会 罕见的没有公布到会采购商的数量和成交订单的数量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 这反映出外贸企业的日子很难过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一定的水平 李克强为经济四处奔波 他知道一场经济风暴正在到来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 这是该指标在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 不过累计降幅仍然较大 以至五月份该指标同比下降了19.3% 此前四月份该指标同比下降4.3% 降幅比三月份收窄30.6个百分点 以至四月份则降27.4% 降幅比一至三月份收窄9.3个百分点 以至二月下降38.3% 本来已经很脆弱了中国经济 在疫情的打击下更是举步维艰 本来中国经济增长了三架马车中 外贸出口和消费已经停滞 只剩下投资再加上这几年国际民退和一带一路大撒币 中国经济已经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了 李克强最担心的还是失业潮 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 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 200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 也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人员安全、保产业量、供应量、稳定、保基层运转 两则对比不难发现 从六稳到六保 唯一交集 并且始终位列第一的就是就业 中美爆发贸易战火 西方企业开始从中国撤资 虽然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不足3% 但创造了一半的对外贸易 3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30%的税收入 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大城市中 广州的外企占据全国工业总产值规模的62%以上 在上海外资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工业总产值 而外资对深圳的经济贡献度更是高达70% 可以说是外资企业撑起了四大一线城市的蓝天 外资撤离 直接影响数以亿计的老百姓就业问题 有数据显示 2013年在外资韩港澳台 企业就业人数就达到2963万人 到2014和2015年 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为2955万人和2790万人 到2016年 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就下降到2666万 按中国官方估算的数据 中国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积纳的直接就业人数远远不止2000万 而是超过了4500万 国内还存在大批依靠外资生成的供应商 上下游企业 抽签股计 受影响的人数应该数以亿计 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此前公布的一份联合调查显示 受疫情影响近30%的企业 今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半成 近85%的企业维持不了三个月的生成 今年前四个月 中国失业率分别为5.3% 6.2% 5.9%和6% 按照现行标准下 劳动人口年龄 16岁到59岁来计算 今年4月 中国失业人数大约为5378万人 2019年12月 中国失业人数为4661万人 对照下来 相当于今年一季度新增失业人口717万 更严峻的是 7月到8月毕业季将至 874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 史上最难就业绩 一方面中国今年毕业生的数量同比增长40万 闯历史的新高 另一方面企业用工数不断的压缩 大批企业裁员 今年毕业生工作签约率明显低于往年 有研究数据表明 在参与调研的应届毕业生中 成功签约的约占25.73% 未签约的达到74.27% 由于习近平新公司合营政策 和对民营企业的持续打击 仅仅今年一季度就有超过46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还有一些正在倒闭的路上 数据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近50%的税收 60%的GDP 70%的技术创新 和80%的酒业 习雅松庄教授认为 企业家信心不足 是经济加速下行的关键原因 如何让民营企业家安心 顺心 放心 愿意长期投资 不想移民 不想转移资产 这个必须从法治制度上 真正妥善保障私有产权 保重民营企业家各项权力才能实现 2019年中国GDP是100万亿 人口14亿 人均GDP7.14万人民币 折合美金为10276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标准划分 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3955美元 属于下中的收入经济体 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 属于上中的收入经济体 超过12236美元 属于高收入国家 据此 中国在2019年 已经迈入上中的收入经济体 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5.6亿人 每个月月收入只有1000元 相当于40%的人口 只占17%的收入 而这5.6亿人当中 还有2.8亿 也算是20% 月收入远远低于1000元 只有537元 如何尽快提升就业率 是中国政府的难眉之急 李克强提出了地摊经济 也是迫不得已 但即使这样 地摊经济没活几天 还是被习近平给浇灭了 中国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 按理说 只能吃补药 不能吃蟹药 但习近平又采取了一个自杀举动 那就是摧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根据中国新华社报道 6月28日开幕的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20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其中一个重要的议程 就是审议和表决通过 港版国安法草案 莫非中共真有沉船计划 不把中国经济整熄火不罢休 港版国安法一旦通过 香港民众抗议 暂且不说 美国必将取消香港特色 关税区地位 欧盟也会立即跟进 香港失去了关税区地位 加上美国对香港银行 美元交易的限制 它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也就随之上失了 香港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怎么说都不为过 香港近年来一直是 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重要门户 在中国内地全联所获得的 1250亿美元的外地直接投资中 990亿是通过香港流入 占总外商投资额的80% 香港还是大量中国企业 上市融资的目的地 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全球70%以上的人民币支付 是通过香港进行结算 中国失去香港将会导致内地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川普总统说 是美国再造了一个中国经济 这话呀 话超理不超 经济学家何新年 在文章中国失去对美经济依赖 风光难在中指出 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两年多来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的衰退 一是外贸储备减少 挣扎于警戒线边缘 中国一直依赖对美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入 而中美贸易战步步升级 中国对美出口开始下跌 于是中国是否会出现外汇胆缺 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和国内中产阶层 十分关注的问题 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 目前中国的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是中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警戒线 如果外汇储备跌破警戒线 中国将面临外汇短缺 二是对外投资势头简陆 5月11日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咨询公司 荣顶集团发布报告 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下降趋势 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 2019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平均每个季度是20亿美元 当2020年头三个月 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实力上已经停止 只有2亿美元 三是 人民币被九个主要国家提出货币互换协议 新冠疫情细卷全球 各国因封国而在实体经济领域被区隔开来 但这种实体经济去全球化现象 反而导致对美元需求更加强烈 以至出现了美元荒 为解决这个问题 3月19日美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瑞典等央行签订了规模 分别为6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与丹麦、挪威、新西兰央行签署了规模各为300亿美元 期限至少为6个月到2020年9月19日为止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列为全球五大储备货币的人民币 根本就不在这个协议网络之中 中国当然也闻出了其中危险的味道 4月下旬 中国央行推出了数字货币 宣称这是全球第一大主权数字货币 将挑战美元霸权 但没有全球金融体系霸主美国的背书 这种数字货币算是中国的自娱自乐 就中国的经济危机 中国央行前副行长吴小林女士曾经发出警告 那就是中国人要做好经济泡沫破灭的准备了 他在清华大学金融学院说 中国人在经济泡沫中狂欢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做好潮水退去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中国资产泡沫越来越大 不只是房地产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泡沫化现象 尤其是金融行业 当资产泡沫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破裂 其结局就是呼啸而来的金融风暴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货币放水 土地垄断 政治因素所促成的房地产盛业 支撑其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实力经济凋敝 外资企业纷纷逃离 这片土地最终只会增加更多的失业人口 在饥航和绝望中挣扎 危机的发生可能就像灰溪流一样 突然扑到你的面前 当你察觉的时候或许一切都晚了 经济学家高尚文曾经感叹到 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 静观其变 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 如果国家这次走错了路 这辈子也就只能洗洗碎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